Hello 大家好 我是婷婷 前几天我在网上买了一个紫外线灯 等了大概一个多月吧 然后这两天才到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紫外线灯效果 有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好 还有一种阳光的空气 它这个灯当时给了我们一个店的插头 然后它这个灯是直接安好的 店家说就是照射这个紫外线灯的时候 屋里面不能带人 等会儿我们试一下吧 现在我们准备杀菌消毒 但是屋里面是不能带人的 然后我现在就把灯给插上 就出去做了 这个紫外线灯是不能直视的 它会伤害眼睛 所以我现在是闭着眼睛的读视频 啊 吃下了我的眼 我现在赶紧溜出去 好了 我们现在出来了 在门外瑟瑟发动 然后现在我们在外面坐着 就是开这个灯的时候 人们能站里面 要开半个多小时 然后在通风10分钟以后 就可以进去了 我们现在还要开半个多小时 我们现在已经开了半个小时 现在不能直视这么关 我要把它关 我现在气都存过了 它这个味道现在很臭 然后我现在还要去外面 开十来分钟了 我们现在进来了 还是有一股很大的味道 就是那种阳光的味道 刚才我已经把这个灯关了 它现价的电影是 就是我们几天开一次这个 总的来说 这个紫外线灯 我觉得效果还是可以的 就是它开了半个小时过后 就有一种忽养的味道 应该就是说 我们说我们消毒水的味道 可能心里比较塌心的 按说呢 我觉得买这个 没有太大的必要吧 但是如果你想心安的话 可以买一个 比如说你们这里面 常年潮湿啊 或者是衣服比较水的呀 家里有小孩啊 需要消毒的的话 买这个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好用